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在部队呗 部队现在有规定 一年要下级层 比方说200天 演出大概100场 给部队直接演出 有的是完全没有收入的 有的收入很微薄 即使有点收入和一场上演七八十万米 那是天上地下 所以凤凰团集说 这个事儿我们在部队呆着演出 耽误我们挣钱了 这确实是实话 歌手有的时候也吃青春饭 谁不想在自己能干的时候多挣点钱 给后安辈子打些好的底的 而且在去年2013年的时候 总政治部下发了一个关于加强军队文艺演出的管理规定 里面就提到了不准许部队文艺团的演员到地方去接商演 参加什么选秀节目的评委 2013年8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了关于规范大型文艺演出 加强文艺对付教育管理的规定 规定除了对勤俭节约办晚会提出明确要求外 对全军文艺单位及个人活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例如 严格控制文艺单位人员参加地方选秀节目 禁止参加有损军队形象的演出活动 私人举办的演出活动也在备进行列 规定要求 专业技术三级以上的本职大部 不能称将军或者文职将军 另外 为了使文艺单位更好的服务部队 总政治部歌舞团和各单位文工团 每年应该为几层部队奉献负草一百亿的演出 而年底 各单位则需要对文工团成员的服务场次 进行量化管理 并进行公示和奖评 当时我记得最直接受到冲击的就是空军文工团的副团长韩红 韩红当时给一张选秀节目当评委 而我们也平常在地方的商演当中 能多次看到军队的艺术家 有歌唱家呀什么说像什么 这都很多 一下子不让他们演了 这可以说这个挣钱的渠道就少多了 所以我说 凤凰参集说 这个耽误他们挣钱 这是大实话 问题就在于呢 咱们有很多人呢 一看到这个别人收入比较高啊 难免心里不平衡 你看韩红面对媒体说说 说我在这圈也是个穷人 我这家里就五千万 其实这韩红真是大实话 可是咱们普通一听 五千万你还喊穷 还喊家者一般 我才挣多少 那有的人说你既然是部队耽误你挣钱了 那你当初干嘛要参军了 干嘛要当部队文工团了 我们也知道这些年来 加盟部队文工团的那明星不少 你像潘昌江 你像彭隆 你像金敏佳 他们都露了 那为什么 就他们可能预想到收入会降低 还要加盟这部队文工团 一个重要原因呢 部队文工团的保障特别好 你看首先一个 你进了部队文工团 往往都给予很高的待遇 你像潘昌江 郑氏级待遇 韩红现在副军级待遇 风华船旗一入伍 就正团级待遇 这首先这还仅仅是说 级别上的一种待遇 你再加上福利保障 部队你是看病啊 甚至级别到一定级别 房子车都给你配 你这也很令人向往 再有一个就演出机会 我们知道部队文工团 往往和主旋律 正能量是紧密连接的 你看每年车晚 大型的晚会 都有部队文工团那样的 就是正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增加演出机会 提高社会身份地位 你啊 男子 你啊 男子 你啊 男子 小首歌 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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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回我 唱的山上 冰野的骨 唱的花开水 欢乐 但是进了部队之后才发现 部队是 管束是很严格的 尽管文工团不像战斗性的部队 管束那么严格 但还是有约束的 所以风光传奇觉得 耽误了他们商演了 这损失到了 不能再这样 尤其是去年2013年 8月份我说 总政出台这个管理规定 不准许商演 不准许这个 到外面去挣钱去 这个对部队的文艺工作者来说 影响太大了 所以他们开始可能想到了 说是部队对自己会有所约束 那么很多观众朋友说 你还这些人啊 作为军人都有的都将军 怎么没这荣誉感呢 我跟大家说实在的 他们不是将军 他们身着将校军装 现役营品 同样佩戴尖章 他们却不是现役军官 技术一级 技术二级 技术三级 部队文职干部的级别 是如何划分的 为何没有军衔的群聚艺术家 却常常被误称作将军 组织表演 积成慰问 人员不走 经费匮乏 现实境况中的部队文工团 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但活动的文艺工作者 又留下了那些难道的历史记忆 关系 老梁官世界 文工团 是财 还是流 正在播出 稍后继续为您播放 老梁官世界 正在为您播放的是 老梁官世界 本集团 凤凤 其管业引发关注 三年的军事生涯 给他们带来什么 如今 为何攻去军装 他们是演艺界的明星 他们也是兵 从知名艺人 到部队特招入 众多明星大伴 为何热衷参军 部队文工团 有着怎样特殊的吸引力 那些熟悉的面孔 那些难忘的歌 半征时期 走上前线的文工团 都留下了那些抹不去的记忆 和平言诞 文工团 又遭遇了那些尴尬 文青老梁官世界 为您深度剖析 文工团是财还是刘 可能有很多观众朋友都误会 谁谁上将 谁谁是大笑 不对 他们没有具象 因为部队里的这些干部 分成两类 一类叫现役军官 一类叫文治干部 但部队文工团这些人 都属于文治干部 当年 小费同事提出裁军一百万的时候 是要把部队的文艺团队 都转业转回地方 可是有很多工作者 在部队干了多少年 感情上割舍不了 所以当时这事阻力很大 到1988年 咱们部队开始实行文治干部制度 就是他们不是军官 没有军权 而是文治干部 文治干部就按技术等级 你不要分成这个 技术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按这个来 你看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公正的严肃老爷子 经常我们有时候在新华大道 评委上能见面 严肃老爷子 八十三 是现役里头 在部队服役时间最长的 六十多年了 他就是专业技术一级 专业技术一级是什么待遇呢 注意啊 他不是将军 但是相当于上将的待遇 这个衣服 你会看到 文治军官 那只文治干部的衣服 胸前有个飘带 肩章呢 是个六角宝像房 你远远来看 跟那五角身挺像 所以你不细看 你也分不出 他跟将军那身服装的差别了 所以时间长了 大家误会 以为他们是将军 不对 他们是文治干部 不是现役军官 不是将军 因为军想 五大功能 第一项功能 就是指挥功能 你不直接指挥 当兵的作战 你是没有军前的 所以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常识 你见到的这些部队的 文物团的大腕 不是将军 他们就是文治大腕 那么这个话题呢 它涉及到部队文艺工作者的管理 就是十八大决定里提到的 要减少非战斗性的机构和人员 这是不是意味着 部队文物团就该撤了呢 咱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有哪些部队文物团 这些文物团里面 都有哪些大将耳术能详的 明星大腕 新中国成立后 为适应部队文化生活的需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政制部文工团应运而生 此后 经过历年的发展与整编 我国军队文工团 主要形成了三个级别 第一季 为隶属于总政制部文工团 如总政歌舞团 总政歌剧团 总政话剧团 与其他团体相比较 总政团体实力雄厚 明星阵容 十分强大 我们熟知的战事歌手 颜维文就是总政文艺大家庭中的遗言 另外 为我们都穿着 另外 穆罕民 蔡国庆 韩京 等著名歌唱家 都属于总政文工团 而各军种的文工团 则是部队文艺团体的第二个级别 例如 通军政治部文工团 海军政治部文工团 第二跑兵政治部文工团等 这一支历史悠久 并享有盛誉的文艺团体 其中 不乏一些家喻户晓的明星大马 例如 著名词作家严肃老先生 就是空政文工团中的一员 被誉为民歌天后的宋祖英 就隶属于海政文工团 而著名的小品演员 潘长江 则加入了二号文工团 而各大军区的文工团 则组成了第三级部队文工团 例如 北京军区的战友文工团 沈阳军区的 潜信文工团 南京军区的 潜信文工团 不注意军人形象 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很多人探讨的 关于部队文艺工作者 怎么管理的问题 其实是和这些 覆面行为有直接关系 那么大家对部队这些 文艺界的大半 不满情绪都从哪来的呢 首先我们说 就是你参军来 你能力大 你多拿钱也可以 但是你得到了 部队给你的保障待遇 你相应的你要做贡献 就比方个部队 管你房 管你车 生老病死都管到底了 那么下季层演出 你是不是得去啊 一年是不是得保证 一定的时间 到边防哨所来 海岛那去演出去 可是有很多把玩 只顾着在商演当中捞钱了 把这个完全抛到脑后 所以很多人对这个现象 觉得不能容忍 说我们请部队自己的一个大腕来 那么费劲 来了之后耍大盘 甚至就我这消息报道 这个大腕来了 连车都不愿意下 演出演完了 上车就走了 所以这和我们传统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光荣的优来传统 完全不相吻合 所以很多人对这个意见很大 重复 我们两天 就算了 都要